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比較省錢的高潮腮紅 NARS的這個高潮腮紅 它是一個橘色裡面 它中間有帶金色的光 主打它有一點金色反射光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畫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盡量可能會往這邊畫 我自己沒有很愛這種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歐美妝 我覺得以亞洲人來說沒有處理好有時候可能會老氣掉 它畫出來就是它有一道金色的光 像這個光澤的東西 跟你平常化妝的習慣 我覺得會影響還蠻大的 很多人可能它沒有辦法下手 NARS它正確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人都有在介紹 另外就是韓國這邊他們就有出幾款 節省版嗎 比較類似的幾款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The Face Shot 2的單色腮紅 OR03 NARS它看起來是粉紅色的 可是因為它裡面放的是金色的粉 所以它刷起來會有一點橘粉紅橘粉紅的感覺 這個是NARS的 這個是The Face Shot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比較橘一點 它們共同體就是走珊瑚色啊 然後有金色的光 因為顯色度什麼還是有差 可是它的確刷起來以後 反金光的感覺是很像的 我就完全刷一樣的位置 然後它一樣有這金色的光 它就是NARS的取代版 那它當然就是非常便宜的價格 就差不多300塊上下 這個是NARS的 它上面那個金光我覺得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會覺得哇很美這樣子 腮紅很難刷完囤好多 對啊 就是因為腮紅很難刷完 所以大家才會注意這種 這個也是很多人講說 它是Skin Food的腮紅粉條 Vinter Cherry 冬天的櫻桃 坊間啊 說跟NARS機視色的 我覺得都是做比較橘一點 我覺得是因為NARS刷上去的感覺還是偏橘 剛剛我先介紹的那個Face Shopper 是我覺得最機視款的 這個就是也是有人說是機視款的 但我自己覺得呢 這一款沒有剛剛那兩款顯色 它有他們講的就是那個金色的光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NARS高潮的 珊瑚紅的感覺 這邊可以看得到金光 但是顏色沒有那麼紅沒有那麼顯色 最後一個是The Same CR01 它是走粉紅色配金色的 所以我覺得在韓國 他們長的跟高潮腮紅很像的定義呢 就是金色的粉在那個腮紅裡面 他們就會蠻容易說跟高潮很像 我必須要說真的是原始的高潮的腮紅最紅 然後跟那個金的比例做得最好 可是我真的覺得Face Shopper 這個也做得很不錯 這個是The Same 顏色看起來不是很淡嗎 可是我覺得它刷起來的顏色跟高潮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自己是喜歡這個顏色 高潮對我來說它的顏色太歐美了 幫大家準備的NARS機視小織女版的 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是The Face Shop 再來是Skin Food 跟這個The Same 個人這一個已經就被我淘汰掉 覺得這兩個真的是 小織女如果你們想要買來 嘗嘗看NARS它這種金光型的腮紅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這兩個 我最近用的有兩款粉底液啊 它特別的滋潤跟特別的薄 可是因為台灣的天氣比韓國濕嘛 皮膚比較乾的人 臉比較不吃妝的人 我覺得可以參考 YG的那個The Moon Shot 劉仁娜聯名款的那一個的粉底液 本來上面就已經寫了 它就是精華粉底液 走比較滋潤型的路線 我常常遇到那種滋潤型的路線 對我來說太油 或者是遮瑕度很差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 它就是如果你上薄薄一層的話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自然 你如果要遮的話你就上塞厚一點 可是我最近使用的習慣就是我都是上薄薄一層 週末啊或什麼 我只是要在家裡面附近活動 我覺得上這個看起來氣色很好 它很自然完全沒有什麼妝感 這個是台鹽他們給我試用的 那時候給了我這三罐 我真的是已經試用很久了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我用過非常多台鹽的商品 我都覺得他們的內容物真的做得很好 非常適合台灣人的天氣 畢竟是在台灣開發 這個系列叫做 極致復活精華 基因復活精華 高機能無瑕水凝乳 所以我那時候以為它是保養品 回台灣的時候我就帶了這支回去 我完全以為它就是乳液 一用驚為天人 我自己個人是不愛用BB霜 BB霜暗沉很快 我用BB霜真的就是比較會長粉刺 後來我用到這一支粉底液 超級滋潤 而且妝感超級自然 吸收力很好 可是它不會那麼快暗沉 持妝力很長 推的時候也非常好推 就延展性很高 會拿它在混遮瑕液 塗這一塊或是額頭這一塊這樣子 我就弄一點點就對了 就這樣子塗 我今天推薦的這兩個啊 它們的共同點就是你化起來的妝感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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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薄 但是我覺得修飾的很好 當然豆巴不會被遮住 可是它的皮膚化起來就是一個乾淨的 不會像BB霜一樣很容易 暗沉 如果你們最近有在找很薄很透 可能剛開始化妝 或者是你並不是一個習慣化濃妝 我非常推薦這兩個商品 最近因為韓國冬天很乾的關係 我都是拿我本來遮瑕度比較高一點的粉底液 去混這兩個 大部分我都是混這一支 這支我大部分是單用 因為我覺得這支的遮瑕力比這個好 它又不太油 因為畢竟這是韓國出的 還是比較油一點 這一個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它雖然說是附火精華 可是它用起來就是完全透明 有點像化妝水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個很好用 你們之前應該也知道 韓國有一個牌子有出那種 塗在臉上以後會出水的 那種質地的 可是我覺得它做的很適合台灣的天氣 請問控油嗎 不控油 我剛講這完全不控油 然後如果它沒暈 也都是從鼻子 像我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開始暈 也不是我愛講實話 是因為我記憶力不好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都說實話 會騙你 不敬鬥 不敬鬥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